根据外媒的报道,印度军队在10月份试射了一枚远程的超音速反潜导弹,并且取得了成功,随后又再次进行了第二次试射,再一次取得了成功。 关于此次试射,印度官方爆出了不少关于试射的详细消息。 此型的反潜导弹名称为SMART,而且此次反潜导弹试射的距离惊人,达到了650千米。 可以说,印度试射创造了一个新的世界纪录,这是世界上射程最远的反潜导弹了。 英国防部称,此武器将大幅度提升印度军队的反潜能力,将来打算将此武器大量装备部队。 首先,带大家先来明确一下反潜导弹的概念。 反潜导弹通俗的话来讲,就是会飞的鱼雷,一般是在轻型鱼雷的后部,安装喷气火箭发动机和降落伞,前部安装相应的精确制导装置。 反潜导弹相比传统的鱼雷,最大的优势就是射程远和精度高。 世界上大多数的海军强国都装备了反潜导弹,但是其体积和射程远远没有SMART这么厉害。 中美俄的反潜导弹射程,称死也不过在20到30千米左右,而印度的SMART为650千米,是中美同类型反潜导弹的20倍左右。 按照这个来说,印度所说的世界第一确实货真价实。 今天我们就和大家聊聊,印度这款号称射程670公里的反潜导弹,到底是不是真正的世界第一? 为什么其他军事强国不研究此类远距离反潜导弹呢? 据印度国防部公布的消息来看,这款沙纳超远距离反潜导弹鱼雷,飞行速度能够达到三倍因素。 尤其是其射程,可以达到670公里,也就是说,它可以直接摧毁670公里以外的潜艇。 这一纸面的数据,听起来确实很可怕。 可其实,被印度说的神乎奇迹的反潜导弹,在国际上并不是很新奇的技术。 而且世界各军事强国,之所以没有大力研发这类远程反潜导弹,并不是技术不足,而是实在没有必要在这方面费功夫。 因为,要想远程反潜,必须有个前提,就是远程能发现敌方潜艇。 这项工作,一般是通过海洋深处的本国潜艇,或者海上飞行的反潜侦察机来完成的。 在他们发现敌方潜艇后,把信息传递给指挥中心,然后根据反馈回来的指令来选择,是否攻击敌方潜艇。 一旦接收到予以打击的指令,本国潜艇和侦察机就可以就地发射武器,将敌方潜艇击毁。 根本不需要费力气,在从远方的基地里,发射远程导弹这么麻烦的操作。 所以按照常规来看,反潜导弹的射程都不会太远。 因为,如果没有声纳探测到具体方位,光是射程员也是作用不大。 尽管近年来,印度赤巨资18亿美元,从美国买来6架P-8反潜机,希望凭借P-8在海上发现并捕获目标。 然后,再通过从陆地上发射的沙纳超远距离反潜导弹鱼雷来消灭目标。 但这种想法仅在理论上是可行的。 考虑到反潜作战的复杂性,以印度目前的实力很难做到。 因为在实战中,一旦与敌方海军交战,那么飞行速度不快的P-8反潜机肯定成为首先被击落的目标。 而在失去了唯一的侦察工具后,印度这种反潜导弹就毫无用武之地了。 即便P-8反潜巡逻机能在被击毁的前一秒,将发现的敌方位置发送回基地。 但等到基地发射的沙纳超远距离反潜导弹鱼雷,在飞行670公里后,敌方舰船可不会原地啥等着,早就已经跑到别处了。 这种操作看起来无异于克舟求舰。 另外,印度这种超远距离反潜导弹自身也存在很大短板,毕竟要达到超远射程,必然要有足够的燃料储备,这就需要增加储存燃料的空间和重量。 简而言之,射程越远体积重量越大。 再看印度的这种沙纳鱼雷,要想达到670公里的超远射程,其所需的体积重量毫无疑问的远超同类。 这样一来,想要装载到体型较小的反潜机和普通舰上,根本不现实,因此就只能在陆地发射了。 这就造成了前面提到的,等你发射时,对方舰船早就走远了的尴尬境地。 可以说,印度这种所谓的超远程的导弹鱼雷,实际上用处并不大,真正军事强国的海军,往往不懈使用这种投机取巧的武器。 同时,小国海军由于侦察技术不足,有了这种超远程的反潜导弹也没什么用。 所以,印度这款反潜导弹所谓的670公里射程,只不过是为了争个世界第一的噱头,满足一下虚荣心而已。 因为,它实际上就是先依靠导弹飞行大部分距离,然后再借助鱼雷本身速度前进。 就相当于一个马拉松选手先坐汽车前进,最后一公里再下车自己跑。 这样的印度是小聪明实在难登大雅之堂。 毕竟,往往偏爱强调武器射程的,通常都是实力并不很强大的军队。 因为他们并不知道这种武器应用的实战效果,只是觉得远远地把武器大量地发射过去。 就算完工了,至于能否命中目标,就要靠天意了。 而印度的远程武器发射命中率,一向如此。 众所周知,印度始终念念不忘的,就是成为称霸南亚的军事强国。 但万国造的装备来源,和事故不断地本国生产,都严重制约着它的这个梦想。 不过,不服输的印度人,为了改变外界对自己的看法,一直在不断尝试。 其中一项就是对远程导弹的研发。 可惜由于种种原因,印度的远程导弹总是准头太差。 比如2008年,印度进行国产K-15前射导弹发射实验。 在导弹一从海面上升起,印度媒体就迫不及待地高呼实验成功了。 然而,随着这枚导弹划出优美的抛物线后,就消失在天际,在雷达上失去了踪影。 一晃十多年过去了,到如今,印度军方也没找到这枚导弹的任何消息。 再有就是由印度研发的,大名鼎鼎的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 这个从上市G90年代开始研发的导弹,在刚一生产时就被印度媒体宣传为, 飞行速度接近三倍音速,拥有350公里超远射程, 能突破大部分国家反导系统,寻常防控武器无法拦截等优势。 总之,是全世界独一无二的,而它在之后的表现上,也的确可以称得上是独一无二。 作为印度布拉莫斯超音速导弹的,首位大买家越南其实一开始, 由于顾及到印度制造的名声,并没有太大的购买意向。 但架不住印度展开了一系列猛烈的推销, 再加上,越南军队原本配备的就是俄式装备。 而印度这款带有俄国血统的布拉莫斯,再到了越南后, 当即就能和他们的苏三十战绩无缝衔接,省了不少麻烦事。 越南终于表示,如果价格优惠一些可以商量, 印度一看终于有人想花钱购买,立刻大手一挥,六五折,合作愉快。 于是在2017年9月,越南政府和印度签订了购买4.2亿美元布拉莫斯导弹的合同。 只能说,越南政府对印度还是了解的不多, 当资金打到印度账户后,各种事故毫无意外地发生了。 比如交货时间一拖再拖,印度方面不断解释是慢工出息活, 钱都交了的越南只能一等再等。 终于在2020年2月,期盼已久的布拉莫斯导弹送到了, 可越南却发现上当了。 收到货后,越南军方让一架苏30MKK战机, 挂在布拉莫斯队260公里外的目标,进行试射。 结果,这枚导弹仅飞了100公里以后,信号就消失了。 一开始,越南还以为是自己飞行员的技术问题, 然后就换了飞行员,继续发射了几枚布拉莫斯。 但意想不到的是,所有导弹无一例外的,都在飞到100多公里时,失去了控制。 直到这时候,越南才发现,看来布拉莫斯导弹的射程就只有100公里。 怒不可遏的越南军方找到印度讨要说法, 印度却不紧不慢地表示,是你们发射方法不对。 原来,布拉莫斯的射程的确能到350公里, 但前提是,必须在高空高速模式下发射, 利用战机的惯性和高度抛物线,才能达到这么远。 然而,更让越南欲哭无泪的是, 他们购买的这批布拉莫斯,不但射程注水严重, 还是印度的魔改版本。 印度把火箭发动机的进气道, 改动了位置,虽然增加了最大速度, 但同时也丧失了突防阶段的蛇形机动能力, 被拦截的概率极大提高。 与此同时,印度还特意为这款布拉莫斯增加了燃料, 使其重量达到了惊人的3.5吨。 这便意味着,越南的苏-30MKK战机, 一次起飞只能携带一枚该导弹, 并在敌方防御最密集的100公里内发动攻击, 这无异于让飞行员有去无回。 2022年3月9日,印度自己发射了一枚, 最新改装的布拉莫斯导弹。 然而,导弹在起飞后, 直接飞进了, 本就跟他们水火不容的八国境内124公里处。 所幸,该飞行物肯定为携带战斗部, 仅损坏了缅昌弩地区的民用财产, 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事发后,巴基斯坦就印度发射的飞行物, 无端侵犯巴基斯坦领空仪式提出抗议, 称该事件可能危及客运航班和平民生命。 八方还警告印方要注意这种疏忽的不愉快后果, 并采取有效措施避免今后再次发生此类违法行为。 事件发生两天后, 印度政府对导弹意外落入巴基斯坦领土表示遗憾。 印度发布声明称, 3月9日例行维护期间, 由于出现技术故障, 导弹意外发射并坠落在巴基斯坦境内。 此外, 还表示到政府已下令对事件进行调查。 巴基斯坦声明中表示, 此类不负责任的事件反映出印度对空域安全的漠视和对地区和平稳定的无动于衷。 巴基斯坦强烈谴责这种公然侵犯他国领空的行为, 它违反了现有的国际规范和航空安全协议。 巴基斯坦外交部还呼吁对这一事件进行彻底的联合调查。 无独有偶, 2023年3月24日, 在印度拉贾斯坦邦摘沙莫尔县的波卡兰野战靶场演习中, 三枚导弹失灵。 根据初步报告, 三枚地对空导弹在一次陆军演习中, 落在摘沙莫尔的不同地方。 虽然, 已经找到两枚导弹的残骸, 但第三枚导弹的位置还没有找到。 自己花长时间研发生产的武器, 质量得不到保障, 问题频发会使后勤成本增加。 算起来, 有些印度自己造的装备售价, 甚至比外购的装备还要高。 既然如此, 印度的军队就不如干脆选择外购了。 但是, 印度的军工技术发展效率之所以不高, 其实也和太依赖外购装备有关系。 既然靠买就可以解决需求, 那么印度当然不会考虑花大成本去研发自己的技术。 而且, 印度的军工企业也发现直接采购现有材料配件, 比自己研发更划算, 所以就形成了长期性的买买买惯例。 通过直接采购, 的确有助于印度较快地建立军备体系, 但是却无助于印度军工技术的发展。 还有, 并不准确有军工技术的发展。